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油积踪 水积踪 当地人如何做出别样美味 油香油香的 这是全是素食品 一顶油都没有 但这个吃起来很香 一方地变成聚宝盆 想吃山林里养的黑猪肉需要提前预定 黑猪肉一顶大了 可以过来吃肉 黑猪天天放在山林里 不仅活动量大 而且吃的都是药膳 这叫密码砖 密码砖 这个叫新客草 活把街里在歌在舞 特色菜肴为何让记者犹豫不决 敬请收看本期农广天地 历境中的黑松营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各位好 欢迎如约走进农广天地 云南被誉为郡类王国 在历史记载中 那里有一种被提及相对较多而又富有神秘色彩的郡类 成为了当地的宁门望族 他就是鸡宗 为什么叫鸡宗呢 据清嘉庆年间的前书中解释 鸡宗开散的时候 像鸡的羽毛 又因为它是从土里长出的 所以被称为鸡宗 鸡宗不仅美味 而且营养丰富 绝对算得上是郡类中的上品 不过 听说鸡宗生长非常特殊 拥有神秘而独有的家 而且一般人很难寻觅到它的踪影 到底是否如传闻一样 我们的记者也是特意到了 鸡宗分布较广的云南省宝山市昌宁县去一探究竟 进入六月 雨季悄悄降临昌宁 更嘎香的集市上像往常一样井然有序 每年从六月到九月 一个人的出现经常引起人们 上前围追堵截 菜挖集中的周德宏 早已成为市场里的熟人 每次到集市根本不用吆喝 只需要撑住 收钱 顾客购买时也根本来不及挑选 不过几分钟 所有集中就被一掃而空 没有了 没有了 被我们抢了 我现在是在昌宁县更嘎香的一个集市里 更嘎香是出集中比较多的地方 但是在这里想要买到集中依然要看运气 这不 集中刚一出现就被一掃而空了 集中备受青睐 源于它的口感和味道 又鲜 又香 又滑 又甜 它吃起来鲜甜可可 主要就是清脆的 非常鲜美 然后非常清脆 它就特别好吃 感觉整个人吃起来都非常的爽口 非常的舒服 集中均体肥厚 味道鲜美 细嫩爽口 即便在有君王国之称的云南 集中也属于真漆的美味 被誉为云南四大明君之一 集中顶部突起像个斗笠或雨伞 在当地都是野生 种类很多 但主要是黄白黑三类集中 体育最大的是黄集中 最大的是 我给你形容的 它那个就是姿势提示 像一把伞一样 有我们的一个帽子大 就是有将近四十公分左右的距离 那个大 抬起来可以来这个头上面顶住的 那个是比较大 但是那个是味道不是最好 在我们看来 味道最好的是黑集中 它那个就是小小的就是这么粗 它有这么粗 然后它就是那个头子尖尖的 黑黑的 那个黑的味道最好 虽然集中的价钱有些贿 一斤从五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但是有钱也并不是想买就能买到 因为想寻觅到 集中的踪影并非一事 它不是拼山拼林的粗 好找吗 那找的安心了 随便是找不到的 你要去采集中 必须有集中 集中堂 掌集中的地方被当地人称为 集中堂或集中窝 当地人讲究上午采下午卖 采多采少全靠运气 记者准备第二天上午 也跟这位大哥一块去碰碰运气 雨季市产集中的时节 如果晚上下雨前电闪雷鸣 当地人都认为明天要出集中了 真的会这样吗 刚才奴公大哥给我们打电话说发现了集中 我们现在赶紧去看一看 什么时候发现的集中呢 刚刚发现 刚发现 今天什么时候出来的 今天这七顶不到就出来了 然后刚刚才发现 刚刚才找到 我看看吧 就是在这 这个就是集中 对 这是黑集中吧 黑集中 这个这么小 这算好的吗 这是最黑的了 太阳比较晒 这个是黑集中 记者他们找到的集中 虽然已被阳光晒坏 但也是很幸运了 那这个还能吃吗 吃是能吃 那就得赶紧起来了 是吧 对 咱们先起哪个 先起下边的 这个开始吧 从两边开始先挖 起的话 这个要插得深一点 连土连根拔起 不要把它夺到它的 不要接触到就可以了 什么样的地方能找到这个集中呢 这个集中 下面也有白马一锅 它才能出集中 不是随便的地方都能出 长有集中的土壤下面 必有白蚁窝 这就是集中的奇特之处 有白蚁窝的地方 它必定会出集中 但是你找到集中的地方 下面肯定有白蚁窝 大多数菌类 可以在不同地方独立生长 而集中整个生长周期 都要依靠白蚁 它跟白蚁是共生 它跟马一是共生 白蚁要把它创造生长的环境 没有那个白蚁的环境 它不长 只要白蚁窝不被破坏 每年的这个时候 都会有集中长出 你把它破坏以后 它就会不起来 甚至它会整 整个白蚁窝 它都会死掉 白蚁窝究竟有多大 集中是否真的从白蚁巢穴上长出 这些问题吸引记者 非常想打开白蚁窝 亲眼见识一下 如果是平时这种愿望 基本没人愿意同意 但是这次 经验老道的周大哥 准备打开这个白蚁窝 因为他觉得 这些黑集中品质这么差 不仅仅是被晒坏这么简单 可能另有原因 土壳也通 马上门进 白蚁窝了 这个是它的路 蚁窝的路 庞大的蚁群 吞食树叶 和杂草的排泄物草料 修筑而成 这些建筑材料 具有集中真菌包子 所需要的营养 在适合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 就会长出粗壮的紫石体 它的根与白蚁巢相连 而且具有调节 巢内空气湿度的作用 这个就是 屋上储存的集中根 这是已经被打开的白蚁窝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集中的根部 还连接着白蚁的巢 说明集中 确实是从白蚁窝上长出来的 而且白蚁巢打开前 也是完整的 为什么这里长出的集中 会这么小 这么差呢 不知什么原因 这白蚁窝的蚂蚁 已经搬家了 剩下为数不多的蚂蚁 已经不能让集中继续生长 它里面其实是 白蚁那个活体 里面一种非迷物 它没有非迷物了 没有非迷物 它就实施了它的生长的环境 看来记者它们找到的 是这个蜗畜的最后的集中了 白蚁这种生存了 两亿五千万年的小生物 并不知道在建造巢穴的同时 给人类培植出了极品美味 牧翠菊 牧翠菊 采菌子麦也为它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与周德宏不同 牧翠菊采摘的这片林子 是自家承包的 菌类也非常丰富 找了这么半天集中 找到这么一堆 不知道叫什么的野生菌 我还得继续找 记者迫不及待想找到黑集中 牧翠菊决定先到去年的集中堂看一下 但是今年能不能找到出土的集中 能不能找到黑集中 她也不敢肯定 快点下来 这边有集中 有集中吗 等我过来 大姐多吗 你别惨 等我过来 白色的 这个是白集中吗 是啊 虽然很快就找到了集中 但不是记者心仪的黑集中 就在记者不抱希望时 下一个集中堂 给记者带来了大惊喜 前面就是集中 前面就是集中 黑集中 这个就是黑集中 对 这集中太好的 这个就比较好的 对 记者他们很幸运找到了黑集中 不仅找到了没开散的牙头 还在旁边找到了开散的黑集中 黑集中被认为是集中里最好的一种 而且很多人认为 没开散的牙头 要比开散的好 但是 根据有关研究表明 开散和没开散的营养价值 几乎是一致的 并无明显差异 只是在口感上 可能没开散的集中 要略显鲜嫩 即使采挖鸡棕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鸡棕的新鲜程度 这个还挺长的 哇 这么长 嗯 这个都已经开散了 是 开散了就不好了是吧 没有 那个骨头贵一点 就是 哇 今天的运气还是特别的好 找到这么多的鸡棕 鸡棕营养丰富 尤其蛋白质的含量较高 可达36%以上 含有20多种氨基酸 其中人体必须的 8种氨基酸种类齐全 鸡棕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对降低血糖有明显的效果 中国历代都对鸡棕赞不绝口 据说明朝的高宗皇帝 朱尤教最爱吃鸡棕 每年用快马急送鸡棕到京城 连皇后也没有分享 这一佳肴的福分 鸡棕的味道 除了鲜甜香脆爽滑等 与其他菌类的共性之外 还有一种独特的动物性的肥美 烹饪时无需添加任何味素 就可以品尝到绝佳美味 为了延长鸡棕的食用期 当地人还保留两种特殊的加工方式 油鸡棕 水鸡棕 杨灯云继承了祖辈 传下来的鸡棕加工工艺 是宝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油鸡棕制作相对简单 在清洗的黄鸡棕块 撒盐和佐料搅拌均匀 盐和佐料的加入 可以让油鸡棕味道更加鲜美 杨灯云采用柴火大铁锅烹饪 油温七成热时倒入鸡棕 榨至鸡棕水分收干 放入干辣椒 鸡棕成棕褐色时起锅 这就已经熟了是吗 现在就熟了 你可以尝一下 闻着现在闻着就特别的香 直接炸吗 直接炸 闻着就特别的香 怎么样 油香油香 油香油香 做好的油鸡棕带冷却后 原油浸泡封装入瓶 便可以长期保存 水鸡棕和油鸡棕的烹饪方法 完全不同 油鸡棕又油炸 水鸡棕就完全用水煮 低油不沾 而且选料也一定要用 鸡棕里最好的 黑鸡棕骨朵 洗净的鸡棕骨朵 要先入锅煮一次 杀青定型 防止鸡棕开散 还要经过长时间晾晒和烘干 去掉三分之二的水分 再次入锅加入佐料 干辣椒和原汁 经过八个小时慢煮 最后形成香气浓郁 口感脆嫩的水鸡棕 你尝尝这个 跟油鸡棕有什么区别 这是全是素食品 一点油都没有 但这个吃起来很香啊 而且有一种鸡棕 独特的这个甜味 好像是没有油鸡棕更香 但是比油鸡棕要更嫩一些 对 还有点辣椒的香味 吃起来有点脆 有点刃劲 有刃劲 杨登云加工的鸡棕销售很好 也成立了合作社 收购几百个农户的鸡棕 他想把鸡棕这个昌宁美味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 同时也和大家一起 依靠鸡棕富起来 一方地变成聚宝盆 想吃山林里养的黑猪肉 需要提前预定 你点的猪肉已经到了 可以过来吃肉 黑猪天天放在山林里 不仅活动量大 而且吃的都是药膳 这叫密码砖 密码砖 这个叫新鹤草 火把节里再歌再舞 特色菜肴 为何让记者犹豫不决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 本期龙广天地 秘境中的黑松野 在昌宁茂密森林的深处 除了有美味的鸡棕 还有一种土猪 整天逍遥在这片山林之中 这种土猪肉 在当地 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有些顾客 都是提前预定 这种土猪肉 肥肉较厚 洁白温润 瘦肉纹理清晰 色泽红润 风味口感 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经常来卖几个肉呢 忠实骨客 主要是给小孩子吃的 品质很好 口感也好 反正这个香 香得好吃吗 反正 肉色 凉 肥肉 然后这种 都都是观测度比较好 吃着繁星 猪林都是15个月以上 然后非常的虾 吃过我们的猪肉的人 都是让我们提前通知他们预定的 这些备受青睐的猪肉 都是来自于昌宁山林深处放养的 宝山黑猪 宝山黑猪是当地苗族村 饲养的老品种黑猪 他们每天都把家里的猪 斩到山林里 让猪自由地在林间觅食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昌宁县西贵村的三角山 可以看到四周都是树木 刚才听大姐说呀 父亲村民养的猪 大多都放养在这座山林里 大姐您家养了多少猪 养了18头猪了 18头猪 每天什么时候放进来 就40斤多钟放出来 到晚上6点钟就赶回来 上午10点多放进山林里面 晚上6点多就赶回家了 赶回到家了 那山林我看着应该挺大的 怎么能找到猪呀 你也不小可找 你叫他你不敬他 你叫他 他就自然会听你的话 他就自己回来 所以别人家叫 他就不回来 哦那这猪还挺聪明的呀 这样当天人 别人都聪明了 听大姐这么一讲呀 还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大姐真的能把猪叫回来吗 我们到前面去试试看啊 西贵村位于昌宁县的最南端 由于地处边远山区 山高谷深 居民与外界基数非常少 习惯性地被称之为 宜方地 以前村民养的猪 基本都是自己食用 直到这几年 通村公路的修建 黑猪逐渐被外界了解 并因肉质细腻紧实 而深受市场的欢迎 饲养老品种猪 也成了苗族群众 增收致富的特色录 它这个饮料 它不听进去声音 它就不可能来 在这叫能听见吗 听进去声音 它就可以来 您叫一个试试看 我喊了 对 您叫我 大姐叫不过来 它听不见 接着呼喊 并没有把林子里的黑猪 叫过来 看来这黑猪 还真不是随便谁 都能叫回来的 那当地苗族大姐 能否叫回黑猪呢 大姐还得您喊 我喊肯定不行 还真喊过来的 大姐这就是您家的猪 送我您 来 来 来 农户家的猪 从小就天天放养在林子里 高兴了就在林子里奔跑 累了就找个树荫下打个盹 生活无比惬意 每天天黑钱 农户再把猪叫回来 这些猪早已习惯了主人的召唤 它是属于本地的品种 它使用这地方的几乎环境 然后它又在山上采了 采食这些野草 野果 还有草药 这些所以说它看病已经更强 不容易得变 草药都吃什么草药 这就一块了 这叫密码砖 密码砖 对 这个猪吃了有什么好处 它有净胃的作用 净胃消食的作用 消食的作用 对 这一个叫星鹤草 星鹤草 人也可以吃 人也可以吃 这个有什么功效 这个有直血的作用 直血的作用 对 它可以吃的还挺多的 对 这种 这个叫什么 这叫野浆 野浆 对 猪它就吃里面的根 猪吃了以后 它有启风散寒的作用 可以治感冒 对 可以治感冒 对 风寒感冒 这草药 受用跟人用 可以通用的 山里的药扇 让这里的黑猪 远离了疾病 这里的猪 一般都要 饲养到一年 至两年才出来 村里还成立了合作社 让农户家的猪 有了稳定的销路 合作社就是把 农户研制的生态猪 这个生态猪 收购以后 卖到城上 林子里的猪 每天都要在 下午五点左右 赶回去 今天比以往 提前了一些 因为这几天 是当地的 传统节日 活把节 村里要举办 庆祝活动 喜凯也被邀请 参加今天的晚宴 村里人要让他 品尝一顿 极具当地特色的美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访问 宁穆 理论 宁穆 公子 水 都没有 你 平常 不 不 因你 一桌菜药中有两道极具当地特色 一个是看似又肥又腻的腌酸肉 一个是纯生肉做的半生肉 第一次品尝的西凯看着有些犹豫 那味道到底如何呢 我先尝尝这个 这个要一个月才能吃到 挑一块瘦一点的 没有那么腻 它看上去好像是一点肥 吃起来不腻的 有一点酸 还有点辣 辣白菜的味道 但是跟肉混合在一起特别的香 吃起来也没有那么油腻了 我再尝尝这个生肉 我觉得还好 因为菜比较多 比我想象中要好接受 因为这个里面有白萝卜和红萝卜 没有肉的这个腥味 大姐您说这个生肉是纯生的肉吗 对 纯生的 那能吃吗 能吃啊 我们已经用那个柠檬 还有那个橄榄皮 已经给它杀过菌了 柠檬和橄榄皮可以杀菌 对 大姐手艺不错 满满糊糊 满满糊糊 夜幕降临 村里人燃起了火把 火把节是当地的传统习俗 他们要把火把从村头一路带回家里 汇集成篝火 再歌再舞 欢庆节日 火把节是当地传统的节日 家家户户都会点燃火把 汇集到一起 再歌再舞 祈求丰收 祝愿这里的人们 都可以获得丰富的食物 和红火的生活 无论是大自然的馈赠 还是尊重自然 利用自然的生态放养 昌民人都在用最朴实的方式 获取这片土地 给予他们的特色农产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昌宁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 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